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内政部长塞福丁早前在国会揭露 我国的非法网络赌博活动得到了政治人物的庇护 这已经成为了大马皇家警察 打击这项非法网络赌博活动最大也最棘手的挑战 来到今天反台会主席阿詹巴基也进一步证实 确实在反台会针对政治人物 为国内非法网上赌博活动提供庇护的案件调查当中显示 其实不止一名的政治人物涉案 但是由于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所以他无法透露涉案者的身份和所属的政党 有政治人物庇护非法网络赌博活动 反台会主席阿詹巴基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证实 确实有好几位政治人物涉及此案 但他无法透露这些人是谁 因为调查还在进行中 同事阿詹巴基今天在吉隆坡世贸中心 出席连结日活动时也表示 他希望不管是政府单位或者私人界 在签署宣誓反贪宣言后 就要认真看待 坚持做到拒绝贿赂以及贪污 而不是拿签署反贪宣言来作秀 编辉责